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体育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堆精彩的体育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从羽毛球场的激战到足球场的争议判罚 再到啦啦队的闪亮登场 每一则都让人目不暇挤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我国头号羽毛球男单选手洛建佑 在西班牙大师赛中的惊险胜利吧 经过三盘苦战 他终于击败了法国选手托马 波波夫 夺得今年的首个冠军 真是太让人激动了 接下来 我们转到球场上 澳大利亚的男女篮球队在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中包揽男女组冠军 实在是太厉害了 同时 在英超联赛中 维斯贤对阵纽卡斯尔联的比赛中发生了一系列争议判罚 导致维斯贤反胜未败 让人不禁感叹足球比赛的不可预测性 最后 我们来聊聊那些在场外也闪耀的啦啦队员 台湾啦啦队员的人气爆棚 不仅在场上加油助威 在场外也成为了不少人追随的焦点 其中 林香和李多慧的转会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显示出啦啦队文化在体育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六度体育要分享的精彩内容 每一则新闻都充满了激情和惊奇 让人感受到体育的无限魅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苦战三盘 险胜波波夫 洛建佑西班牙赛夺今年首冠 联合早报 我国头号羽毛球男单选手洛建佑 在西班牙大师赛中苦战三盘 最终击败法国选手托马 波波夫 夺得今年的首个冠军 这是洛建佑与波波夫的第五次交手 他保持了对手的完胜记录 比赛中 洛建佑在第一局表现出色 以11比3领先 并最终以21比11获胜 但在第二局 波波夫加强了进攻 洛建佑失误增多 导致波波夫以21比15颁回一局 在决胜局中 双方站至20平 洛建佑凭借出色的回球和波波夫的失误 最终以22比20获胜 洛建佑表示 这场比赛非常激烈 他很高兴能赢得胜利 他接下来将休息一段时间 并备战即将到来的亚锦赛 女单决赛中 泰国选手拉查诺以2比0 倾取苏帕尼达 夺得冠军 混双决赛中 印尼组合里瓦尔迪 皮塔逆转战胜中国组合成星 张驰 夺冠 女双决赛中 日本组合闫永林 中西桂应击败印度尼西亚组合 法布里安娜 阿玛丽亚 夺冠 男双决赛中 马来西亚组合朱奈迪 叶瑞庆汉富印尼组合萨巴 穆罕默德 屈居亚军 三人篮球亚洲杯 澳大利亚包揽男女组冠军 联合早报 澳大利亚男队与女队 在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中夺得男女组冠军 这是澳大利亚女队连续两年夺冠 男队则是近五年来的第四个冠军 冠军赛中 澳大利亚男队以21比7战胜伊朗队 女队以18比13战胜新西兰队 赛后 澳大利亚选手表示这是团队努力的结果 此外 蒙古队在第三名争夺中取得胜利 整个赛事吸引了超过6000名观众到场观看 英超 争议性12码至维斯贤反胜为败 莫耶斯 英吹对手侵犯菲拉斯 星岛日报 维斯贤在英超比赛中对阵纽卡斯尔连时 遭遇了一系列争议判罚 首先是在半场结束前 纽卡斯尔的球员倒地位起时 维斯贤踢进了一个争议性的罚球 尽管纽卡斯尔球员对此进行了抗议 但最终进球被认可 另一个争议的判罚出现在比赛的77分钟 维斯贤的球员被纽卡斯尔的球员绊倒 但最初并未判罚点球 然而 经过弗尔的复合后 最终判罚了点球给纽卡斯尔 纽卡斯尔最终以4比3逆转胜利 维斯贤的主教练莫耶斯对这些争议判罚表示不满 认为这些判罚影响了比赛结果 翻船 劳力市中国海翻船赛 Happy Go号威劲 包揽IRC组双冠 星岛日报 劳力市中国海翻船赛 在菲律宾苏碧湾举行 聂华的Happy Go号夺得IRC全场总冠军和冲线冠军 这是中国船只14年来再次获得双料冠军 舵手Jonah Rankin表示 整个团队表现出色 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船东聂华对于团队的团结和协作感到非常满意 另外 刘永峰的海狼号获得IRC全场总亚军 劳力市中国海翻船赛是由香港游艇会主办的 劳力市是赛事的冠名赞助商 赛事还在进行中 其余组别的奖项将在稍后公布 山蒂在创佳季53秒67 打破女子400米全国记录 联合早报 新加坡田径选手山蒂在美国佛罗里达接力赛中 打破了女子400米新加坡记录 成绩为53秒67 他的教练表示 400米项目是山蒂参赛准备的一部分 如果有机会 他可能会再参加一次400米比赛 山蒂之前在2020年的新加坡田径选拔赛上 跑出了56秒97的成绩 这次他将记录缩短了3秒30 山蒂是新加坡首位同时获得100米和200米短跑冠军的女运动员 他还在亚洲田径锦标赛和市井赛上刷新了自己的记录 并获得了身家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山蒂接下来将参加新加坡田径公开赛 棍网球香港男子队复仇成功赢日本封王女子队得亚军 期待8月市井赛 星岛日报 香港男子队在2024香港棍网球公开赛决赛中以8比5击败日本代表Folke Hoppen 夺得冠军 张海贤获得赛事MVP 女子队则在决赛中输给了日本Sail队屈居亚军 虽然女队实力不及对手 但教练范德云希望通过多参加比赛来提高球员水平 并邀请日本籍教练融合打法和文化 球队将继续备战8月举行的U20世界赛和明年初的2026世界赛外围赛 门将于亚诚表示 团结和其心事取得胜利的关键 体育精灵 台湾拉拉队员 人气进物真银 林香李多会 转会身价更高 星岛日报 近日 香港金牛篮球队举办了一场金牛拉拉队选拔赛 选出了15位Bull Girls 这是香港球队在市场营销方面的一次尝试 希望通过拉拉队的加入来提升球队的知名度和形象 与此同时 台湾的拉拉队文化已经非常成熟 许多女孩将其视为梦幻职业 因为这是进入娱乐圈的最佳跳板之一 台湾职业棒球队的拉拉队尤其出色 乐天桃园旗下的乐天女孩 收获了大量粉丝和商演机会 成为知名度较高的艺人 据爆料 台湾一般拉拉队员的年薪至少超过50万台币 虽然看似不多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不错的收入 并且有机会出名和赚更多的钱 而进入台湾拉拉队人气榜的钱十名 更是红人 收入更高 最近 台湾拉拉队界发生了大新闻 两位人气女神林湘和李多慧 相继离开乐天女孩 转头为拳龙 引发了轰动 两位女神的转会 不仅提高了拉拉队员的收入 也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地位和财源 采访测济 花瑜一小实践粉丝 孙星敏球技人品皆赢人心 联合早报 这个视频引起了很多关注和讨论 不仅是因为孙星敏的受欢迎程度 还因为他在热刺队的表现 孙星敏是热刺队的核心球员之一 他在本赛季表现出色 已经打入了20个英超进球 帮助球队保持在前四名的位置 他的速度 技术和进球能力 使他成为球迷们的宠 除了球场上的表现 孙星敏也以其谦逊和友善的性格 赢得了球迷们的喜爱 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与球迷互动 与他们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足球心得 他还经常参加慈善活动 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持 这种亲民的形象 让球迷们对他更加喜爱和支持 作为友邦保险新加坡的大使 孙星敏还通过各种活动和宣传 向球迷们传递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足球领域 还延伸到社会和健康领域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韩国和世界各地 都有如此广泛的受欢迎程度 总的来说 孙星敏的人员极佳 不仅是因为他在足球场上的出色表现 还因为他的谦逊和友善的性格 他在社交媒体上与球迷互动 参与慈善活动 以及他作为友邦保险新加坡大使的角色 都让他成为球迷们的偶像和榜样 他的人员和影响力将继续增长 让更多的人喜爱和尊敬他 维拉守住欧冠区 曼联遭布伦特福德逼平 联合早报 在英超联赛中 阿斯顿维拉以2比0击败狼队 继续保持在积分榜第四的位置 曼联克场1比1被布伦特福德逼平 争死形势更加艰难 切尔西主场2比2占平伯恩利 阿斯顿维拉的孔萨 在本场比赛中进球 为球队贡献了一分 曼联在这场比赛中被对手狂轰31脚 自身只有11次射门机会 曼联目前排名积分榜第六 追赶阿斯顿维拉的难度加大 切尔西虽然逐场表现出色 但两度被伯恩利扳平 最终以2比2占平 决赛直落两盘 丹尼尔 科林斯首夺 WTA1000级别冠军 联合早报 美国网球选手丹尼尔 科林斯 在迈阿密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 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伊莲娜 来巴金娜获得冠军 这是科林斯首次获得 WTA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 也是他在告别赛季中的胜利 比赛持续了两个小时两分钟 科林斯的一发得分率接近75% 并且成功化解了三个破发点 科林斯表示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 并感谢球迷们的支持 而莱巴金娜则称 虽然比赛困难 但也很精彩 孙兴敏成队史第五射角 助热刺艰难逆转卢顿 联合早报 孙兴敏在这场比赛中攻入制胜球 帮助热刺逆转击败卢顿 这是他本赛季第15个英超进球 也让他成为热刺历史上第五位进球最多的球员 热刺在比赛一开始就落后 但在下半场换上约翰逊后 情况开始好转 约翰逊的一脚传中球被卢顿球员踢进自家大门 扳平比分 然后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 约翰逊再次助攻 孙兴敏推射破门 帮助热刺逆转胜利 这是孙兴敏在热刺的第160个进球 他超越了克利夫 琼斯 升至进球榜第五位 赛后 孙兴敏表示 对于能为热刺效力近十年感到不可思议 并感谢所有和他一起踢球和指导他的教练的努力 热刺主帅波斯特科格鲁表示 虽然孙兴敏在国家队比赛后长时间飞行和时差 对他来说很累 但只要能上场 他都会尽力发挥最好的表现 他对于为国家队和热刺踢球都非常重要 不会妥协 也不会让自己的水平下降 热刺目前排名英超第五 积分56分 落后阿斯顿维拉3分 但热刺少赛一场 卢顿则回到降级区 与诺丁汉森林 同击22分 但因竞胜球之差 排在第18位 主场不敌多特 拜仁主帅承认 争冠无望 联合早报 莱沃库森在德甲联赛中逆转霍芬海姆后 拜仁慕尼黑主场不敌多特蒙德 图赫尔表示 球队已经无望争冠 莱沃库森在积分榜上 领先拜仁13分 图赫尔恭喜莱沃库森 并表示冠军争夺已经结束 多特蒙德在十年来 首次在拜仁主场联赛取胜 泰尔琪琪表示 球队创造了这样的运气 这场胜利 让多特蒙德超越莱比锡 来到积分榜第四的位置 斯图加特 多特蒙德和莱比锡 将争夺德甲胜下的 两个欧冠参赛名额 中职林家伟单场四安 自己和丙总都意外 自由使报 今天 统一师的新人林家伟 在对阵富邦汉将的比赛中 表现出色 击出四支安打 只差拳雷打 就达成完全打击 这个超猛的打击表现 让他和总教练林月平 都感到意外 林家伟是去年统一师的第一指名 他在上赛季末上到一军出赛六场 但只击出一支安打 而今天 他在六次击打中 一次击出一垒 一垒 二垒和三垒安打 跑回二分 林月平表示 林家伟的手背水平很高 但打击还需要经验的积累 因此 他把林家伟排在第一棒 让他多打一些球 减少配合战术 今天的表现 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林月平原本担心 苏志杰寄出缺席 会影响球队的攻击火力 但林家伟及时弥补了这个空缺 林家伟表示 他自己也对单场四安的表现感到意外 因为在公开热身赛结束后的练习中 他感觉状态并不好 但在今天比赛前的打击练习结束后 他向打击教练寻求帮助调整动作 第一局击出安打后 他的信心提高了 感觉越来越好 在第八局最后的打击机会上 林家伟挑战拳雷打 但打出的球成了中 右外野深远飞球被揭飞 林家伟表示 这是他离完全打击最近的一次 他确实希望在第八局能拼拳雷打 但被投手比较慢的投球节奏干扰了他 他希望有机会再次挑战拳雷打 德甲 拜仁慕尼黑0比2多蒙特 近十年联赛国家打比主场首败 杜曹投降 恭喜丽华古逊 星岛日报 拜仁慕尼黑在德甲比赛中 以0比2的比分输给了多蒙特 这是他们在联赛主场十年来的首次失利 这场失利也使得拜仁 与领先者丽华古逊的积分差距 扩大到13分 拜仁的主教练杜曹赛后 宣布放弃未免 并祝贺了对手 虽然拜仁仍然排在第二 但要实现12连贯的梦想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杜曹表示 球队非常失望 认为球队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斗志 羽毛球 黑妹叶佩妍退役 结束19年运动员生涯 星岛日报 香港羽毛球名将叶佩妍 黑妹宣布退役 结束了19年的运动员生涯 黑妹曾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2年伦敦奥运会 和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 并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获得银牌 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获得铜牌 黑妹在社交网站上发文宣布退役 并感谢所有帮助过她的人 她表示将转型为羽毛球教练 并面对新的挑战和尝试 黑妹的退役 引起了广大粉丝的关注和祝福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